選擇是相信自己的迦羅 那就是要直接來懲罰 German來這邊的 就是如果你又繼續選擇這種比較偏向工具人定位的角色 我已經拿迦羅了 好 那German來做出來的解答是 選死哥對刷 就直接開刷了 是 我選擇直接拿 卡特特斯來解迦羅啊 就是你刷我也刷嘛 那打到娜蒂魯斯的話 雙打組合 克里斯達將瑞娜達 在下路線就可以組起來了 但不過這樣子選下去 其實PSG是一個硬斧都沒有 感覺布朗姆吧 尼可 尼可的話就有開團了 但他們這樣一樣就是 要完全在拚自己操作的上限 色雷希 暗影導組合 還是Rail Rail 也行啦 補開團斧 選布朗姆的話就是一方面 你也可以應對到雙射手的這個問題 克里斯達跟瑞娜達下路的一個強勢對局 但主動走進去 克里斯達跟瑞娜直接下重擊 把閃線給交出來了 在這裡 這樣在兩邊上路都犧牲的情況下 阿智已經在往下走了 而這時候 勾 側邊掛點燃 將俊佳定在原地之後 一箭式卷的直接鬼步開啟 但卡桑蒂加上納蒂魯斯前面要擊殺俊佳 都只有一等 還是有點難度 所以可能要想辦法把這些小鳥給偷完 但是似乎 因為PG是一個換線的情況 不是重點 但至少是去拖了俊佳的時間 第二輪的勾子應該轉好了 勾到了牆壁 但這樣俊佳有得考慮交閃了嗎 沒有 反而是看了兩個一等 因為Maple過來了 所以這是利用紅BUFF的緩速 黏住了阿一箭 一箭跑不太掉 最後是 阿智開了鬼步道 閃現的靈光炸彈補普攻 沒有了鬼步的一箭 直接倒在了原地 手剎被Maple拿下 在換線的情況下 從MSI以來 一等能做最多勢的 其實不外乎 要嘛藍寶 要嘛匿命 對 坦克可能只是在這種交換發育的底下 還會有用 但問題是匿命 一等就有機會起到太大的影響力了 這一張對方的刷野路線了 就第一輪路線開始能夠掌握到 對方路線的情況下 現在看起來 而俊佳是要 抓著俊佳來這個點去打了 是 人在哪 他的野怪 哪裡有野怪 俊佳就會往前 那等到對方交了火箭跳躍 繼續的往前喚醒 再一把大顆的火箭 俊佳剩下300滴不到 這把你知道嗎 俊佳現在就是 呃 人間天堂 走到哪裡 予取予求 什麼都是他的 視野 所以今天現在的裝備來講 也就是兩個閃劍 還要看起來也還有一段的距離 而凱威 鎚在TP到劍場 下路線 就是閃線大絕 再配合一波的定身 我還是交到了PG這邊 哎呀 費經千辛萬苦 下路拿到了本場第一層的護甲 而一劍 在上路用開山P2 硬是用減傷 扛過了這一波的爆發 隨之是Gemini趕到 但是被綁在原地 反而命運 阿滋飛到了身後 一劍被打成殘血 再一張的撲克牌 阿滋成功的擊殺了一劍 而Gemini 還在那邊流速 Gemini好像也走不掉 以阿滋對方瘋狂拉扯 金牌接綁 這波拳的直接閃線 然後你有污染 硬換 但俊佳也有閃線 直接閃進了 絕對草叢 不過RM昏許準備 向下一唱 俊佳這個人頭 還是要交給Gemini 所以剛剛基本上就會看到 一劍在塔下 鬼不開了 但有用嗎 黃海搭配加羅的大絕 欸 他能抵消掉 致命綻放的擊飛 已經是 謝天謝地了 那後續這裡就是 呃 先收掉了一劍 然後後續來等 阿這張黃牌 來配合俊佳 打控制鏈的閒接 喔 來後面去Gemini的判斷 閃線污染 看能不能多換一點擊殺 雖然換是成功換到了 但同樣的 其實在上路 一劍這波 整桌的外塔還是被拔掉 而在下路 背回去的Maple被勾了 回來接個潛航攻擊 但是無敵這一波的控制效果 反而讓凱衛扛塔扛到死 任何有可能去碰撞 做交換的能力了 對連續的兩波 都是對下路的進攻 喔 原來這裡其實是已經知道對方在的喔 硬勾 已經預判到了女武神特攻的位置 但是傷害不夠 即便從頭點到尾 甚至連爆彈都是手動點破的 但就是傷害不夠 但最後看起來那個血量 即便加上 大絕毀滅射擊 可能傷害是會差一點點 所以這個無敵的反應 確實非常關鍵 俊佳再來 不過FAK的好處 就是至少下路的擊殺沒成功 但稍微斷了一下PSG的龍魂節奏 無敵甚至在讓他擔任 吃更多的經驗 而Gemini 前面過得比較彈痛 但現在是俊佳被勾到 定在原地 接一波潛航中級的擊飛 交了閃線回到河道 FAK的傷害最終還是不夠 但還有愛護區 有機會可以再唱 就分散的還是比較均勻一點 所以阿智 但也許這裡 丟的是一張藍牌 看起來是想搶 不過最後還是被對方趕走了 沒有成功 然後看到伊劍衝上來 鬼步開了 躲掉對方的開山 屁路沒有暈到 反身丟了一張紅牌在伊劍的臉上 喔 那這樣 如果這個時間點就用來再上班去 那應該等一下小榮是要讓給PSG這裡 但是至少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經濟的差距比較分散 而現在Maple反而是蹲點 被對方三個人盯上 閃線都被逼了出來 但後續反而是在四個人當中 凱雲被留住 安徽群這裡暢下來 Maple雖然被暢死 但是PSG看起來還沒有打算撤退 就記底蕭 在這裡 也去抓到 但是JVN並沒有被綁住 後續的CC沒有辦法跟上 看到一發的火箭上來 JVN被打成半血 但至少 但種子的數量不是很夠 速度其實沒有到特別的快 而且屋底感覺有點卡不太多 FAK的人 還是放對方進來了 只是JVN來不及下河道 巴隆已經被PSG拿下 看起來是兩邊做了一個互換 但這樣子反而是在正面的4P4的情況下 根本沒有任何坦度而言的卡傷地 瞬間被融化 這完全扛不住這個傷害 這已經不是卡傷地了 唉唷 那麼 面臨PSG剩下四個人的集火 敲出前行終極 但是打到Maple身上還能往後衝 對PSG 給成功的撤掉 看起來是吉米恩做了一波的蹲點 是 看到的同時就直接選擇跳臉 然後有水銀 解掉了金牌 再配合安魂曲這一唱 阿刺反而是最後 被燙死的嗎 喔被EASA WAKO 抓吉米恩 吉米恩的閃現還差一點點 但是命運在頭上已經亮了起來 但目標抓的是 GEMANI GEMANI被定在原地 GEMANI選擇就死在了這個窄口 當作一波的汙染 但是PSG 都可以更好地去拉扯對方的陣容 Maple先是直接特攻起臉 用護盾稍微去扛Poke 慢慢跟著自己的隊友踩進去 一劍已經兩劍套 但是現在被綁在原地之後 要開始被對方一群的魔攻傷害硬灌 又要被秒了 急飛下來之後 被痛苦撕射給車子 無敵這一波的散開 也成功留住了GEMANI 再配合Maple一波的傷害 冠上打出了GEMANI的閃現 而命運切後 金牌丟的是凱衛 GEMANI在下面 是已經被TK打退 正面的俊佳擊殺了GEMANI 這一首暗魂曲唱了下來 但沒有任何人會因此被擊殺 一連串的Poke 就又把這個位置給踩回來了 是 GEMANI一直有在荒蕪炸下面的草叢 再找找找看有沒有人 但是中部的金牌一滴 他怎麼辦 只能繼續滿趟自野 但又是吃到一個黃牌 完之後吃到一連串的消耗 那凱衛也來被耗到了半血 另外一邊 金牌甚至是沒有回補 是利用剛剛應該是中流一波兵線 稍微吸一下血 但電龍魂已經被PSG拿下了 現在慢慢的把自己的狀態給回復起來 但是回補過後 MAPLE也買出了嗜血者 另外一件 終於擠出了第三天的深淵面具 有擠了一波的Q3被運在原地 門牙塔有點守不太住 下一波的兵線 從中線 是超級兵已經湧入了高地裡面 怎麼辦開不到團 沒有辦法把團站給開起來 跟著這樣一直磨一直磨 安魂曲先唱了 知道再不唱下去 肯定要沒機會唱 但是這波耗的血量並沒有太多 隨著這波金牌那麽刷三個 成功的由一屆 成功Q3繞三兩個人回來 但還是倒了 擊飛到 但在層面的MAPLE 交了閃電之後 在死前硬是灌出的傷害被迴背設計 射到一半就先被GEM9擊殺 然而無敵在下面硬流 門牙塔已經全部崩裂 俊佳 阿智 準備從下面的進攻 他們的眼力 自由主帽 我們要恭喜PSG 12比5 拿下了下半場 BO3系列戰的勝利 我可以選擇 操控